好 那么继续再看到花莲县议会第十九届第五次的定期大会 三号下午是正式的展开了 那么县长徐政卫进行县长施政报告 同时也说明今年度的施政重点 则是以慢 精品 花莲施政为主轴 那么跨局处的来整合 让游客来到花莲留得久 玩得慢 走得深 体验大自然之美 花莲县议会定期大会三号下午正式开议 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则是感谢零四零二友工人员 同时也肯定县长徐政卫的危机处理 新来徐政委进行施政报告 以慢 精品 花莲为施政主轴 分配就智慧城市 国际接轨 漫火回南 有机首都 关怀照护 友善家园 教育扎根 安心环境 多元共荣 人文成乡 以具永续幸福花莲等六大策略提出说明 去年花莲县议政府的市政组的五十五个金银 今年是麦精品花莲 在台湾尖泰宝地 可能只有花多两县 现在的环境是最好的 我们有老天爷给的大山大水 还有水桶环境 在这两年我们不断地去悬崖 不断地发展 无论是屋若体验小旅行 或者是我们各个同村体验小旅行 以及所有自由行 甚至现在整个国际的旅游的走向 都已经开始转变成自由行或家族旅游 也因面如此 花莲更是大家追风扶沫的地方 先来许多感谢全体洩命 以及议员们支持与指正 幸福团队将持续发展5G智慧城市 达造圣居光荣的幸福城市 在府贵 七首 行硕 曼金亭花莲城市品牌性形象 朝向国际智慧城市 光光友善花莲迈进 记得喜欢欢迎欢迎收到